中小平他还写喷人 而且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做出这样的指控 他只称说 他也只称说 除非陈玉坤董事长 他有儿子 是在68到75岁之间 否则中小平议员他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除非他能够提出具体的证据 证明这两位屋主 是跟陈玉坤董事长有关 否则的话 他恐怕要吃伤人 现在中小平要把4300万的商办 跟金华城的后屑做连结 那是否要严你拿出汇款单 或是其他证据来证实两者无关 谢谢 中小平议员他的颇份的内容 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 但是我们这边呢 已经准备好了 关于产权移转还有契约 等等相关的内容 我们请同仁帮我们播放 那这边原件的部分呢 等一下也可以给媒体朋友们来做参考 首先中小平议员他指称说 这个4300万元的商办 是来自于金华城的后屑 他没有任何的证据 他也指称说 这个金华城的原屋主 是陈玉坤董事长 也就是金华城的董事长的儿子 根据我们调出来跟陈佩奇医师取得的产权相关的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地标还有产权的资料下方 有所有权人 这两位先生 陈德圈先生跟陈元圈先生 后面的名总把遮蔽掉 这是一对兄弟党 这对兄弟党呢 他们是原本的屋主 两个人共同持分二分之一 那么至于他们的年龄 一位是38年出生的 另外一位是45年出生的 也就是他们两个年龄 大约是在68岁到75岁之间 也就是说除非陈玉坤董事长 他有儿子是在68到75岁之间 否则钟小平议员他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我们也期待他拿出更多的证据 另外就是关于金流的部分 陈佩奇医师已经很明确地说了 所有4300万元商办的 这个买卖的支出 都是来自于柯文哲主席的 个人全局补助款 来自于他的三个账户 那么这三个账户呢 因为现在存折都已经被 检掉给查扣了 所以他在上个星期的时间 去重新申请 等到他申请拿到之后 就可以清楚地把这个相关的金流 来跟外界做交代 那么在此同时 我们要再次强调 钟小平他含血喷人 而且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做出这样的指控 除非他能够提出具体的证据 证明这两位屋主 是跟陈玉坤董事长有关 否则的话 他恐怕要吃上官司 谢谢 如果今天 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 含血喷人 捏造假讯息 污蔑柯文哲主席 我们绝对无法容忍 也无法接受 就如同刚刚志涵 所提到的那位议员 在媒体上 大放厥词 说柯文哲拿了三亿到四亿的好处 到目前为止 一点证据 都没有提出来 一点证据 都没有提出来 等到被提告了以后 推给说转述媒体报道 我们在昨天的记者会上 已经要求他 说清楚讲明白 你的依据到底是哪里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不说 还是不说 反而继续 不仅仅继续攻击 还继续抹黑 让人无法接受